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和加息周期的双重影响下 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的波动率明显增加 有哪些大宗商品板块的股票值得关注 本文为您一看究竟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今天我们主要来聊聊洛阳木业这只股票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采矿 选矿 冶链等基本金属和稀有金属的加工 以及矿产资源的贸易 公司的采矿和加工业务主要涵盖铜 骨 木 乌 泥和磷等相关产品 矿产贸易业务则包括金属矿物贸易和精炼金属贸易 再来看一下公司最近的业绩 公司收入逐年增长 从2018年260亿元增长到2021年1739亿 2022年前三季度达到了1325亿元 同比增长5% 公司规模净利润自2019年以来逐步增长 2021年达51亿元 2022年前三季度达53亿元 同比增速49% 分产品来看 铜股相关产品贡献主要毛利 这得益于2021年铜股两种金属的价格上涨 公司的铜股业务板块 在钢果金运营着TFM铜股矿 该矿是全球储量最大 品位最高的铜股矿之一 此外公司还拥有KFM铜股矿 这是一个世界级的绿地项目 资源十分丰富 展望2023年 铜股新项目逐渐放量 带来业绩支撑 公司毛利润主要为铜股板块贡献 2023年 其在钢果金的铜股新项目 2023将投产 两大金属产量上升 将会带来强力业绩支撑 最后来看一下盈利预测与风险提示 近年来 该公司在生产和运营方面 一直表现稳健 项目建设得到提质增速 持续增强了公司的发展动力 同时 公司下游需求方面 新能源产业链需求快速增长 钢铁等行业需求逐步开始恢复 随着疫情政策的优化和经济的回暖 屋 骨 泥 木等金属需求 有望逐步修复 因此 预计该公司的营收和盈利 将继续保持增长 目前 该公司的估值水平相对合理 考虑到行业发展前景和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 根据各个板块的收入和成本方面的预计 估计该公司在2023Q2Q4的EPS分别为0.16 0.16 0.18港元 对应目标价格分别为5.04 5.08与5.25港元 急于买入投资评级 当然 洛阳木屋也面临一些风险 例如矿产品位下降 产品现货与期货价格波动等 会影响到以上的预测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-8658-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